大家好,歡迎收看張媽媽廚房 今天分享一個鹹金吉的做法 我手頭這幾粒鹹金吉已經醃製了46年 是否覺得很厲害 市面上都沒有那麼久的鹹金吉賣 鹹金吉的效益是 當你吃得多熱氣或熬食 覺得喉嚨有點痛或痕痕 都可以沖來喝 都有舒緩喉嚨的作用 喝下去會覺得很舒服 我的做法是一個古法配方 就是三碗金吉配一碗鹹 需要一個大葉製的玻璃瓶 玻璃瓶要洗乾淨 先把玻璃瓶封乾 千萬不要說有水分 有水分金吉就會發霧 怎樣做呢 就是買一些有機的金吉 我這些是自己做的 首先把玻璃瓶剪出來 不要用手拔 拔就變成有個洞或破口 就不會那麼漂亮 在盆水裡清洗乾淨 然後煮一煲 滾水 然後清洗乾淨的金吉 濾一濾 浸泡1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倒入沙基 瓶乾水 千萬不要沖凍水 如果沖凍水裡面有水氣 就不可以了 清洗乾水之後 就放在太陽下面曬一下 或者是被風吹乾 完全要乾透了 才可以做下一個步驟 我們有一個大的玻璃瓶 先把玻璃瓶放在底下 三碗金吉對一碗鹽 然後放一層金吉 然後一層鹽 一層金吉一層鹽 這樣交替著醃製 最後就放些鹽 灑在金吉面上 然後就完成了 我們就把膠紙 用保鮮紙 我當年因為46年前 是沒有保鮮紙的那些 我們就用膠袋 蓋住面 然後就用蓋子 然後蓋子 然後就放在陰涼的地方 就可以去醃製 醃製一年後 有太陽 你可以拿出來打開蓋子 曬一曬 然後 曬完又封回蓋子 然後再放在陰涼的地方 就可以了 醃製有三四年之後 吃起來有效果 我這個46年的鹹金吉 你看 牙色是黑色的 很香的甘吉味 很香的甘吉味 最好是用乾淨的筷子 千萬不要有水分 有水分會令到整瓶壞 然後夾一粒鹹甘吉 放入杯裡 將中冷 煮一些滾水 沖進去 加一茶匙蜜糖 攪拌均勻 就可以了 如果有興趣 你們也可以在家 跟我的配方做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身體 下次見 拜拜